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千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数字愿其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继续讲二十二品 昨天我们大概在科判上分以礼证广说和教证终结 以礼证广说分三个方面 破如来乘世乘临和以此舍弃一切见 然后以此类推其他法分三个方面 其中第一个 破如来的城市分三个方面来讲 不成利 取守者如来 所取守者的运不成利和必当之舍异 应该是分三个方面 第一个也就是说刚才 如来不成利分两个方面来讲的 一个是破如来石油的如来城里 一个是家里的如来城里分两个方面 第一个石油的如来城里 昨天我们已经讲完了 破以无相推理来已经讲完了 今天所讲的家里的运不能城里 那么这个也是分三个方面 一个是自信他心不成利 还有一个经过观察 取守不成利吧 取守里面可能取守者和所取守两个 这样的话取守不成利 第二个经过观察 取守不成利 然后第三个 所加利的石不成利 所加利的法不成利 分三个方面 其中我们讲的是第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自信他心不成利 自信他心不成利 它是略所和广所 但塞加派的里面 格罗伯的里面 略所 广所 舍异 但待会儿我们解释的时候看 有没有必要舍异和广所里面分开 这个到时候我们说 然后昨天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略所 略所已经讲完了 广所的话 他这里广所应该自信不成利和他心不成利 应该分两个方面来宣说 昨天应该自信不成利已经讲完了 今天讲自信不成利 刚才广所分自信不成利和他心不成利 分两个方面吧 首先是自信不成利 他这里自信和他心 我看宗喀巴当师他的讲义当中 所谓的自信指的是如来他自己的本体 他这里的他心 所谓的无云 意思就是说如果自信不成利 如来本体不成利 他心不成利的时候如来所取受的云 各种无云不成利这方面来解释 这样可能也比较好懂一点 不然我们自信不成利 他心不成利 有时候没有一个具体的 所指点的东西也不好理解 那么今天我们所讲的内容就是说 法若以他身 实际非我有 若法非我者 因何事如来 是这样的 法如果依靠他身 则不是我 如果法不是我 怎么会有如来 怎么会是如来 表面上应该这个意思 但比如说他前面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他所谓的如来我们昨天已经讲了 他是和合心的 具有和合心一方面自信也不成利 他心也不成利 因为对方认为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如来应该存在 但这个是不可能成利的 为什么不成利呢 因为自信也不可能成利的 他心也不可能成利 我们昨天这样破的 然后下面这样破的时候 他们对方可能也有这样的怀疑 他们说 自信虽然不成利 但是依靠他心而可以成利的 他比如说我们金子里面所显现的印象 金子里面所显现的印象 印象它自己的本体都是不成利 不存在的 但是它是依靠外境 依靠人的面目 然后明镜 依靠他们来显现的 所以这个金子应该成利的 印象虽然不成利 但是金子应该成利 所以他们认为他心的法 他心的法指的应该是乌云 乌云是应该成利的 依靠乌云如来成利 所以从反过来讲 因为他心成利的缘故 自信肯定成利 他对方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自信即使说是不成利 但是依靠他心而显现的 也就是说如来自己的本体 假设说是不成利 但是这个不一定 为什么呢 因为如来依靠乌云而显现的 但乌云确实成利的 他们对方这样认为的 那么我们龙门菩萨站在中观的立场 就开始拨持他们的观点 他说若法因他生 如果你们说法是依靠其他而生的 但他几个讲义里面的解释方法是不同的 比如说像蒙蓬仁波切 还有一些琴慕论师 他们如果法依靠他而生 那么他的本体是没有自信的 这样讲的 但宗喀巴大师 他这里的法指的是如来 这个如来如果依靠别的法而产生 依靠别的云 乌云 这些而产生 这些而产生 实际非无有 那么说明如果如来依靠其他法而产生 他自己的本体 我不存在 他这里的我在现句论里面说 指的是自信 指的也是如来的本性 意思就是说 因为现句论里面说 这个就叫做自信 秦母也是这样讲的 然后他叫做我是指的是自信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这样如来的本性 依靠他法而产生 他自己不会有自信的 就是没有自信的 若法非我者 既然说如来他没有自信 如来他的本体是不存在 如来他自己的本体不存在的话 那么你们怎么说是依靠他愿而产生呢 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那么我们反过来可以这样讲 刚才对方不是说 是以镜子里面的影响肯定存在 依靠镜子而产生的缘故 现在我们反过来说 这个镜子里面的影响肯定不存在的 为什么不存在呢 因为它是依靠其他而发的 如果依靠其他法的话 它是因缘和和而产生的法 所以说这个法肯定不存在的 所以反过来说你所谓的镜子里面的影响 是绝对不会存在的 不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呢 它依靠其他法而产生的缘故 所以说它的本体肯定不会产生的 所以在这个理解上 我刚才所讲的一样 这个稍微可能难懂一点 你们也好好地看一下一些有关讲义 不然的话它的推理方式吧 我们光是说自信他信的话 有时候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但是它这里就像刚才《现局论》里面所讲的一样 宋喀巴达所讲的一样 自信指的是如来自己的本体 然后如来自己的本体作为自信 乌云作为他信可能比较好懂一点 因为乌云现在这里正在观察 如来和云之间的关系来继续拨持对方的观点 对方认为如来是真的石油的东西 这样认为的话那这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云和如来之间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也什么样的关系 是一体还是他体 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来观察也是成立的 但是他这里主要是自信和他信成不成立 这样如果他依靠他法 他的自信肯定不成立的 既然他说他自己的自信都不成立 那你所谓的如来到底是指的是什么呢 根本不可能存在了不可得 就像是你的儿子没有什么差别了 所以这个颂词应该这样解释 所以我们在课判上说是自信不成立 他的自信不成立 以这种方式来可以观察 下面如果这个是虐说广说舍义 虐说广说舍义 昨天应该分三个方面讲吧 现在是广说里面第二个问题 他信不成立 他信不成立有两个句子 也就是说若无有自信 云和有他信 如果没有自信怎么会是有他信 那么对方这样认为 他认为如来自己的本体可能是没有的 经过上面的观察 但是他信肯定存在吧 比如说云应该存在吧 这样想的话 那么反过来说我们可以这样观察 若无有自信 云和有他信 如果自己的本体一点也不存在 那么关带他的所谓他的本性怎么会存在呢 因为他和自己 这是完全是一种关带的法 在这样关带的法过程当中 如果你说我都不成立的话 他是怎么会成立的 这样他这里的自信也是如果按如来来讲 取守者的如来自己的本体都是不存在的话 所取的无垠的他法怎么会成立呢 根本不可能成立的 比如说世女的儿子不成立的话 世女儿子他所享用的财产 他所享用的马车这些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因为领受者和所领受 他们之间也是有冷锁的关带 所以取者不存在的话 说取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从中国这种方式来观察的时候 我们表面上看来都是色 好像影响他自己的本体都不成立的 但是镜子应该是存在的 我们说现电视屏幕上的屏幕应该是存在的 只不过是电视显现的人不存在这样想的 但实际上人的自体跟他体两个相比较起来的时候 如果自体都不成立的话 那么所谓的他体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 以这种方式来观察的话 如果无有自己的本体 如来他自己的本性没有存在的话 那么怎么会有他心呢 他所领受的他心或者是他所领受的其他的云法等等 怎么会存在呢 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这个是广说里面的他心不成立 最后那个色意吧 色意也可以用两句来解释 以自行他心何名为如来 通过以上的观察 通过以上的自行方面的观察也已经完毕 他心方面的观察也完毕了 这样我们经过上面的自行他心观察的过程当中 所谓如来的自行也确实是不存在 然后所谓如来以外的他心的云的本体也是不存在的 那么自行和他心都不存在的话 你们对方所认为的 这种不可思议的所谓如来到底是指的是什么呢 一点也是根本不可能存在 因为我们这里通过两方面来观察 如果一个法它是自行当中也不存在 他心当中也不存在的话 它的存在方式有没有呢 没有的 所以在《现句论》里面也是说 凡是一切法可以包括在自行和他心 如果自行和他心都不成立的话 那么这个法成立的立足点不存在了 一切法它包括在自行和他心当中 如果自行他心的方式都不存在的话 那么使他存在这样的这种立足点根本是得不到的 所以说我们通过上面的观察 就是所谓的自行和他心确实是不存在 如果自行他心的两种方式来不存在的话 那么我们或者你们对方所承认的 所谓的如来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这样问的 这样的话应该在这里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所谓的如来也是我昨天所讲的那样 我们在未经观察的思数当中确实是存在 这一点是没有什么说的 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广传法轮八万四千法轮 他所说的法也是存在的 当时释迦牟尼佛也是依靠一些圣相 在我们众生面前有时候 比如说释迦牟尼佛他的色运量 在《毗奈耶经》当中也是讲得非常清楚的 然后释迦牟尼佛走出 释迦牟尼佛当时降生的地方 最后圆寂的地方 转法轮的地方 现在也是在这两千多年前的事情 还是历史上也是记载的清清楚楚 这方面我们并没有否认 但是真正的有始终所承认的那样 实有的 真实的 在生意当中也是不破的 这样如来的本体根本不可能存在 如果存在的话 那么我们依上所说的自信他信的理证有妨害的 然后对方也无法回答也无法纠正过错 这是我们上面所讲的总结 那么下面说刚才科判里面经过观察 所谓的取受不成理这个我想是分三个方面吧 一个是取则不成理 取和取则不成理 分三个方面 取则不成理和所取不成理 然后取与取则不成理 分三个方面 今天这三个讲完了应该算是可以了 但下面的这几个颂词好像我觉得不是特别好动 希望你们还是全身关注地听着 不然本来宗论有时候难度 有时候有些名词可能是 而且我们有些道友可能刚开始第一次听的话 肯定很多移民 中观的一些法相 一方面不熟悉 一方面自己以前没有 如果我们听了两次三次 比如说你们现在应该是可以的 因为我讲完了以后就开始堪布堪木辅导 堪布堪木辅导以后下面再辅导的话 基本上耳边还是有一种了解的感觉 不管怎么样应该是可以的 如果我们下一次再听的话 应该是在很多名词 很多里面的道理很容易 不然第一次行 除了特别离根以外 一般非常困难的 因明和宗观 宗观 宗论这些法相 一般听一次两次 确实是不行的 我不是去年讲了吗 一个人说 一个堪布 他第一次听的时候 好像没有什么影响一样 第二次 第三次给别人讲的时候 那个时候确实是把里面所有的内容 基本上能记得清清楚楚 有这种感觉 所以在这里 如果是一些世间法 可能大家都听一遍 或者是郭木波有这种情况 但佛法没有前世的 非常浓厚的习气的话 这个也非常困难 我们下面的内容有时候把一些名词之间的用法 用法和推理的方式没有搞懂的话 稍微有点难懂一样 这种感觉 那么我们下面就开始破取受者 从这个问题取受者不成立 取受的法不成立 就是这方面来讲的 他这里的取受者 指的是如来 然后所取的法 指的是乌云 那么这里什么叫做取受者呢 取受者大家都应该知道 比如说我是吃饭的人 我吃饭的人 我叫做取受者 然后我所吃的东西 叫做什么呢 就是我所取受的法 从这个角度来讲 这样我和饭之间有取者和所取的关系 这样也可以说 或者比如说我这个人叫做取受者 然后我的身体是所取受的 因为我是作为一个作者 我是依靠身体在这个世界当中存活的 那么这样我所取的 所接触的东西是什么呢 值得我的乌云 值得我的身云 幸云 相云等等 这些都是我的所取 所以现在我们这里 取受者不成立的话 指的是 并不是讲的是我们凡夫人 因为我们这里所观察的主要对境 就是如来 如来他的本体 比如说释迦牟尼佛 他释迦牟尼佛所谓的作者 指的是取受者 然后所取受的话 当时释迦牟尼佛他的身云 相云 幸云 然后他的乌云作为所取受者 这个应该这样理解 那么一般我们现在 下面所讲的科判当中的对方 大多数都是正量部里面的独自部 我们这个小乘 一般是 以前释迦牟尼佛 涅槃完了以后 后来都是分成十八部 十八部按照有些佛经的记载 都是属于佛教 因为以前《智智国王》的梦当中 他做了十二个梦 其中有十八个人拿一块补品 后来每一个人都得到了一块 后来佛陀的书记里面说 未来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当中 虽然变成十八部 但是这每一排实际上还是存在一种佛教 是真正的佛教 所以身份十八部当中 他们的见修 行过方面都有很多的差距 尤其是独自部的话 他不承认什么人物啊 还有很多 他承认不可思议的我啊 所谓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观点 在他的观点当中是具足的 但是这些都应该是属于什么呢 应该是属于佛教 这样的话 对方他认为所谓成实的如来存在 属于佛者的如来存在 他是这样认为的 因为他自己不承认所谓的任务 所以我们的无恶应该是存在的 而且他所谓的如来也是存在的 他的观点是有这样的不同 这样的话 我们站在宗怪的宁场 对肚子部进行剥刺 你们所承认的这样实有的如来是不成立的 为什么不成立呢 如果你们所承认的如来真正要成立的话 或者是取者成立的方式来成立 或者所取的云成立的方式 或者所取这两者的成立 除了这个以外 不应该有别的途径 别的方法 所以我们下面驳斥的时候 应该从这几个方面来进行驳斥 对方大家应该清楚了 主要是以肚子部的观点为主驳斥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驳斥呢 他们认为如来是存在的 如来是实有而存在的 当然有些家里的 不实有的如来 如梦如幻般的这一点 我们中观之中也是承认的 但是这一点不是他们的究竟观点 所以我们下面为什么破他们的观点 就是要他们城市的这种观点必须破掉 那么下面我们怎么破呢 第一个 取受者不成立 取受者不成立应该这样讲 若不应无云 现有如来者 以尽受云果 则所为如来 这个是取受者不成立 有些课法里面说是 说取前面的取者不成立 这种说法也有 但一般这里讲取受者不成立 著重是围绕这个观点而讲的 意思是什么说呢 若不以如来 它这里应是依靠的意思 在古文当中 如果没有依靠乌云 现有如来 我们问你所谓的取受者成立的话 你乌云前面如来存在 乌云后面如来存在 如果对方说是乌云还不存在的时候 所谓的如来存在 但是这是不合理的 怎么不合理呢 如果说不依靠乌云 比如说释迦牟尼佛 他不依靠他的乌云 不依靠他的乌云 显一个独立自主的 有意味如来存在 他对所取受的乌云 一点都不依靠 然后他自己的如来 如果显存在的话 如果真正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存在的话都是可以的 但是经过观察 并不是存在的 而以尽受云果 则所为如来 但这种观点 我们在这里颂词里面 不是很明显的 但是你这种说法不合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如今已经受了云以后 他接受了云以后 才所谓如来的缘故 人们说的时候也是 你接受了云以后才叫如来 并没有 没有一个云的所谓如来 并没有在历史上发生过 所以后面的这两句 按了《清遍论诗》里面的一文 比较好懂一点 而今取云果 时时如来也忘了 可能是这样吧 他意思说 因为他今天取了云的缘故 从那个时候开始 叫如来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们认为 云不存在的时候 所谓的如来存在 但是这种观点是不成立的 为什么不成立呢 因为人们二位目睹的是什么呢 如来自从它的云接受以后 云接受以后才叫如来 一天一个乌云 也是不存在的时候 什么时候哪里有一个如来呢 根本不可能存在 《现局论》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说是经过观察不依靠乌云的如来 根本不可能存在 不依靠乌云的如来 根本不可能存在 如果有的话 成了乌云的过失 有乌云的过失 谁也是吧 我们经常可以看得到 所谓的 比如说不管阿弥陀佛也好 不管是姚师傅也好 不管释迦牟尼佛也好 哪一个如来 他是有了云 然后他的想好是什么什么 他在众生面前显示是什么什么 这样的话 有了云以后才叫如来 而根本没有说 云不存在的之前 所谓的一个如来 独立之主在这个历史上出现过 这一点根本没有的 如果依靠云的话 那么所谓的 你们对方独自伯所承认的 所谓的什么呢 自己实有的如来不成立的 因为他是依靠云 依靠云的 互相我们昨前天所讲的一样 灌呆的 那么灌呆的话 他不可能有实有的 既然没有实有的话 那么对方所承认的实有的如来 就不成立了 这是我们观察 取守者如来 他不成立 他为什么不成立呢 他因为云前面不可能成立 如果云前面有的话 就有很多的妨害 而且所谓的如来也是 有了云以后才可以称之为如来的 所以这个说法 对方的观点是不合理 这是我们科判当中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 就是所属不成立 所取守的不成立 讲第二个问题 这个也跟前面的推理方式基本上是差不多 他的对方还是独自伯 因为这几个科判里面的对方全部是独自伯 他是这么讲的 今时不属云 更无如来法 若以不属云 今等云和属 他这里这样讲的 如果如今没有实有的不属云 比如说 所谓的如来 他没有接受无云 那么他没有接受无云的话 根本不可能 更没有什么呢 更没有如来所取守的法 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若以不属 如果他受没有的话 那无有他的如来存在 因为能受和所受是互相对立的 你们怎么会说所谓的如来取守者呢 根本没有任何理由 所以你们颂词上好好地看一下 一方面下面麦芬仁波切的颂词解释方式 上那也再三地看一下 如果不懂的话 看《回荡之光》里面也是这个 但《回荡之光》里面有些颂词 可能不知道堪布的愿化 有些可能解释的方式上稍微有一点差别 但还是可以的 所以你们不管是辅导员 还有堪布堪布 可能看一次两次不一定懂 中观的颂词如果你真的自己要明白 看很多次才对的 而且看一个讲义不一定懂 所以你们也是应该认真地看 这是我的一个希望 下面的其他人听受者也不要打开打开动吧 反正取守者如来不成立 这就是在那个成立不成立 反正如来不成立 所取守者也不成立 什么都不成立 一切都是大空性的 一切邪乱 多么快乐 这种方式肯定不行的 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应该把 在里面说的无时指的是什么 有时指的是什么 应该这样解释清楚 这个非常有必要的 所以他这里说 如今他持有的所谓的树云 不树无云的话 因为他这里是刚才那个 云前面所谓的如来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云前面如来都不存在 如果云前面灵受者不存在 比如说我们要提水 提水者应该成立的 然后天授如果财产的总观要有的话 首先这个总观人应该 主人应该存在 如果主人都没有的话 他所接受的财产是不可能存在的 所以如果我们前面观察 他那个树在不成立 假设说你现在室有的树不存在的话 那么他所树的法不可能存在 他所树的法不存在的话 那么如来的这个法 我们刚才所讲的 如来它的云 它的法根本不可能存在 在这样一来 如果没有所树 就反过来说是如来不存在 他这里 灵受和所树 首先是用树者的角度来 所树不存在 所树不存在的缘故 灵受则不存在 就是灵受则不存在 这样一来的话 那么你们对方独自部 所承认的什么呢 所承认的这样的 实有的如来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现在成立 现在成立的根据 一点也不存在了 这个意思 如果我们通过这样的 灵受则和所树 这样的想想细细观察以后 最后你们所谓的 如来的本体是什么成立呢 根本不可能成立 这是通过所树 所树是指的 所以我们刚才也讲了 所树的运 从运的角度来讲的 这样我们自己也是顾名思义可以看得出来 为什么呢 你说所谓的如来和运 刚才前面的观察方式那样去观察 运在现还是如来在现 如果你说是运在后 如来在现 那如来在现的话 首先成立如来的时候 它还没有运 没有运 这样的话 灵受则的如来没办法安理的 因为它所树不存在的缘故 如果你说先有运 然后又如来 但这个在历史上也不可能 比如说释迦牟尼佛的身体现有 然后后面享用身体的释迦牟尼佛 后来才出世的话 这个也是不可能成立的 那么他们两个同时存在 同时存在的话 能树和所树有同时的过失 这样的话 树者已经存在的话 所树根本不需要了 有这个过失 所以当然这种观察方式 我看一些讲义里面都没有讲 但讲义里面这个特别略 好像一个字就过了 看现具论 宗喀巴大师 果然巴 秦母 宗喀巴大师的大弟子等等全部 但我觉得这个比较难懂一点 可能他们觉得特别简单 然后只有一两行就过了 但这个我想以多种方式来观察 如来和灵俗之间的关系不存在 最后我们也深深知道 所谓灵俗的云也不存在 所树者的如来 这两者都不存在 这两者都不存在 那么你们独自部所承认的 持有的如来到底指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下面 树和树者都不存在吧 将这个角度来观察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 若其无有树 所树不明树 无有无树法 而明为如来 这里如果我们通过以上的观察 然后没有树 没有树者 指的是 取树者如来 取树者如来他根本不可能存在 通过医生观察的时候 最后就知道 所谓的独立自主的这样的如来本体 不可能存在的 如果如来树者他自己的本体不存在 所树不可明 根本得不到 所树的云 怎么会能得到呢 刚才我们讲一样 比如说 吃饭的吃者不存在的话 那么所吃的饭也不可能饮 因为这两个是回想 能树的观带 所以取树者如来不存在的话 所取树的云本体也根本不可能成立 无树法而明为如来不存在的 意思就是说 没有树法而明为如来不存在的 也就是说 没有树法 没有所树的什么呢 没有所树能树的如来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意思就是说 如果能树者如来要存在的话 你一定要所树的云要存在 如果你所树的云不存在的话 能树的如来怎么会有呢 刚才我们所树的麻不存在的话 其码这怎么会存在呢 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所以灵树者和所灵树这两个 完全是有一种观带的关系 但后面这个颂词的语文 就是《灰灯之光》里面说是 无有树云故 如来无自行吧 好像这样讲的 但我看对藏文的时候 也即便两方面都可以解释吧 你们看 不过后面《灰灯之光》里面 这样的福定词用的话 同时可能好动一点 无有树云的缘故 然后如来的本体是无有自行的 因为树云没有嘛 它这个无云现在是 如来不存在之前就是福云不成立 然后如来存在以后所树也没有必要成立 这样的话无云 所谓所树的云不存在的缘故 因为所树的云 我们前面的刚一个颂词里面已经讲完了 所树不存在所树云不存在的缘故 如来它自己的本性也是不成立 这种观察方式来观察也可以 但是在这里直接从字面上解释也可以吧 如果没有树者 所树不可能有的 如果没有所树的话 那么能树者的如来也怎么会存在呢 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无有什么呢 无有树法的这种如来 能树者在这个世界上也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在这样一来我们可以观察 尤其是对独自部所承认的十有的如来 通过这种方式来观察以后 最后他们的观点可以加以破失 今天颂词讲到这里下面把那个讲译读一遍 如果梦法依靠他法而生 在如同虚假的印象一般 不应该存在此生的本性我 他这里口号里面说是我 他这里实际上是本性的意思 就是先军论里面刚才也讲了 既然不存在自性的本身 又怎么能成立如来呢 绝不可能成立 他刚才自性和他性没有 如来和云分开这样讲 他这样分开讲的话 可能好懂一点 如果不存在自身的本性 又怎么会是存在自性之外的他性呢 既然你已经离开了自性以及他性 又怎么称之为如来呢 绝不可能 他自性 他性都不存在的话 那么你们有什么样的 所谓的如来 所以自性是如来不存在 他性是云不存在 下面是 无有趋数之力而破 正念不得论师们提出 如来是存在的 因为如来的相续 也就是无云领受者存在的缘故 他们是这样认为的 如果不依靠无云的如来成立 则其相续也可以作为领受者 就是无云如果成立的话 作者也可以成立 然而不依靠无云的如来并不成立 既然无论如何都不能成立 又怎么会领受无云呢 因为无论哪位领受者 都没有领受的缘故 通过上面观察 但真正字面上的解释 下一段是字面上的解释 看那个藏文里面 前面可能是注释也是分析 后面真正的颂词结文 在后面的这一档里面解释 如果不依靠 他们古文里面用因吧 他也有依靠的意思 不依靠无云 领受无云的某一位 如来在此前已经存在 就像获得财物之前 财物的领受者偏受存在一样 现在有成续依靠 受无云 这里无云 他们受的是受 并依靠无云 而成为领受者如来 其实下面按照这个科判 下面也连在一起 但《限聚论》当中 中间有一段 如果天受之前 比如说财主成立的话都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绝对不可能成立的 如何如何 然后下面另一段意思来这样解释 所以这个地方有点点从字面上看来 可能有点点难懂 为什么呢 因为它好像没有完结一样的感觉 但实际上也是说 如果财物的财主 他的天受现存在的话 就可以 但是那个时候不叫天受 他叫做财主 不叫吧 他的财物还没有成立 财物还没有成立的话 那这个不应该这样说 只不过是我们称呼 在一些利言家里也可以说 但是真实的这个 像有众所成人那样 肯定不行的 然后下面就是第二个问题 然而不依靠乌云 就不可能单独存在 任何所谓的如来之法 既然任何不依靠乌云的如来都不存在 像这样所谓的如来有 怎么可能领受乌云呢 连受者 领受者都不存在的缘故 下面就是 因此如果没有领受乌云 再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存在对方所需的领受 既然如此 不管怎么样也不会存在 没有领受乌云的所谓领受者如来 好 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